in between qualifications and finals can make their muscles grow cold 摸鱼怎么还被发现了啊 寻找奥运五环 联合国里还要奥运五环 哎呀痛痛 五环五环 没有啊 也不在这儿啊 五环五环 不是 这也没有五环呢 咱不早说在外边啊 啊 这哪里有啊 啊 也没有五环呢 原来她在虫中笑啊 大家好 最新一期看看联合国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首先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今晚广播电视总台 常驻联合国的记者徐德志 千辛万苦去寻找奥运五环的踪迹 真是 我都不知道原来藏的那么深啊 没错 没错 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们今天的开场方式 还包括我们的着装都体现了一种松弛感 一种运动感 嗯 那包括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桌上摆了两只福利热 对 是今年巴黎奥运的吉祥物 那我想大家肯定也都猜到了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奥运那些事 五环之下 嗯 那么这么有趣的话题呢 当然也不能少了我们远在悉尼的老朋友 也就是B站测纸区的UP主 小Q不是导盲犬 小Q你上线了吗 小Q你好 我上线了 咱们快点录完 还得看这个混双金牌赛 哎呦我的天哪 没想到小Q也是个奥运迷 我们也知道悉尼也是一座奥运之城 在2000年也就是千禧年的时候举办了夏季奥运会 那我不知道小Q 你对奥运会有什么样的观察 你觉得奥运有没有给悉尼这座的城市 带来是什么样的一种遗产 其实不仅悉尼曾经是奥运会的会址 澳大利亚实际上 还会在夏夏节举办这个布里斯班奥运会 我们看到这个悉尼歌剧院呢 它也就这个澳大利亚的应援色 做了这种亮灯的环节 所以还是有一些奥运的气氛 但是呢 因为这边的观影时间特别的不友好 基本上都是深更半夜 所以说这直播观影的人可能还是比较少 我想的话 可能有不少观众会问 奥运会跟联合国到底有没有关系 那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这件事我想 非非得知你是非常了解的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来说一下 好的 因为奥运会开幕那天 其实法国常驻联合各代表团 是举行了一个观影趴 然后请到了好几百号的人 到了那个联合国的叫做代表团休息室里面 有一个超级大屏幕 然后一起观看 美国转播的奥运会开幕式 那但是呢 联合国的这一个观影趴 是由法国的这个奥组委 以及国际奥委会 共同盖章认证的 因为当天呢 他在开幕式开始之前 除了法国常驻联合各代表讲话之外 还有法国奥组委的代表讲话 另外呢 国教委会主席巴赫呢 也专门录制了一段这个致词啊 而且他在致词当中 已经把奥委会和联合国的关系 讲得非常明白了 他说我们是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你想想 你们秘书长 不也到巴黎去参加了吗 两个人还一块会见记者吗 而且说呢 联合国和奥组委之间 其实是有很多价值 都是共同分享的 比如说互换团结 比如说互换和平 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 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也是亲赴巴黎 而且是参加了开幕式 那他在之后呢 会见8号的时候也提到了 这种奥运奥林匹克运动会 他所代表的这种普遍性 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他展现出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这种精神 用文字具象化来说的话 就是著名的奥林匹克格言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对 更高更强更团结 我是到了巴黎现场看了开幕式 那其中呢 我也深刻的感受到了 就是大家对于这种更团结的呼吁 尤其是在开幕式有歌手 在做做着那个燃烧的钢琴的那个 像一个辅导一样在演唱著名的一首 对 Imagine 在这首歌演唱完了之后 现场大屏是显出了一句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让人动容的 他就是说让我们一起为了和平 团结在一起 我们在代表团休息室的大屏 也看到这句话 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 嗯我们在奥运会 今天也可以看到一些 可能在其他的领域 无法看到了一些场景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最近一次的话 那就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上 朝鲜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 是共同举折朝鲜半岛旗一起进入到开幕式当中 我觉得那一幕也是可以说吸睛无数吧 这次也有啊 这次韩国和朝鲜代表团是在哪个比赛项目当中 获得在颁奖仪式之后 两个代表团人一块 对一块自拍 然后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说的 对虽然说这次入场 因为他们也是分在两只船上 但是你刚刚提到那一幕也是让全世界都非常的瞩目 那他有多多少少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种憧憬和希望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啊 从1993年开始 那么联合国大会在奥运会举行的前一年 都会通过一项决议来呼吁大家 来遵守这个奥林匹克修战 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传统 是从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有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修战真的是得到了遵守了吗 这个现实情况其实也是很残酷的 尤其是这几天我想得知你也是一直还在跟踪国际的这种形式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这种冲突的局势到底是怎样一个演变 最近有个朋友到纽约来我学了一个新的表情 头好痛啊 都不要说奥运会之前了 我们就说奥运会期间吧 你看发生了多少事情 戈兰高地的这个叫麦奇戴勒什麽斯的儿童被袭击 12个儿童死亡 然后以色列指责是郑主党干的 郑主党说不是我干的 然后紧接着又是贝鲁特南部 以色列承认是他们袭击了郑主党的一个领导人 结果也导致了其他的人伤亡 然后我们又看到德黑兰 你看到这个局势不停的在升高 再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听到了 像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说我们不会因为奥运停火 其实从很大的程度上来讲 这其实也挺让人失望的吧 但是你如果再往前面倒腾一下 2004年雅典奥运会期间 伊拉克行动这样在进行 2008年北京奥运会 我们看到了南奥赛提战争 俄罗斯的古鲁吉亚 然后2012年奥运会 英国也拒绝停止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所以说通过奥运停战协议 其实我觉得代表了我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吧 就是你说的imagine 就是希望能够世界上都能和平没有战火 但是其实真的要想把这个事情真的执行下去 非常的困难 我不知道小Q有什么想分享的 就是像是飞飞曲的这些例子 是有停火决议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形成停火 但是今年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 针对2024年奥运会 2023年通过的这份决议 不是未经表决通过的 未经表决通过 本质上就是协商一致通过 就大家都认可 所有国家193个国家都认可这个事情 然后把这个决议通过 但这次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经过了表决的 也就是说有国家是不同意的 而表决的除了俄罗斯和叙利亚投了弃选票之外 还有70多个国家是没有投票 所以实际上赞成的国家只有100多个 那这样其实就反映了国际社会 即使对于这种表面上的奥林匹克修战 它都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分歧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 反而在这次决议里面 像是去年底的决议 新论八一冲突已经爆发了 但是以色列还是投了一票赞成票 所以让我感觉可能以色列当时也没有预想到 这一次的冲突持续时间会持续到今年的奥运会期间 我们说一方面呢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 联大决议是没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的 但另一方面它反映的是各个主权国家的一个共识 而真正你要实现事实上的停火 它是需要各个主权国家说我不打了 它才可以停火 而不是说我通过一个决议才可以停火 因此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决断 那么随着现在国际局势的变化 我觉得这种集体共识 基本上已经是风雨飘摇 这本身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需要国际社会重新思考 我们该怎么办的一个问题 对你像前几天 我问联合国发言staff的时候 我就问我说怎么 他就说 他说其实很多这种和平倡议停火 根据国际法来讲 实际上是需要各个会员国遵守国 尊重国际法 然后才能够得到执行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在尊重国际法呢 很多这种停火倡议它本身就是一个道德性的东西 而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国际法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 所以当你连法律都不遵守的情况下 你希望大家能遵守一些道德 这个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幻想 确实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 但是我们相信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的美好的愿望 仍然是一个和平和安全的世界 那我们也希望各国领导人 各个实体的负责人 能够更多的倾听这样的一个声音 对不对 那让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 来真正的能够践行这种奥林匹克的神圣修战 继续在内心呼唤和平呼唤爱吧 那所以接下来我想跟两位呢 就是谈一谈我们在奥运赛场上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群体 这对难民自己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上的激励 就是我虽然是难民 我虽然被迫离开了我的祖国 但是我也是个人 我是个有尊严的人 我是个可以去奋斗为自己努力的人 有一些比赛像全球场下属于稳稳的很安心 就感觉没有什么悬念 一下子分差拉得很大 因为这一届奥运在巴黎就行了 对吧 反而赛一下也无所谓 好冷的笑话 头好痛 还是那句话就是包容的最基础的出发点 就是把人当成人 不要把人当作符号化的一个标签 而是要当作一个具体的人 去真正的理解 或者说我们接受有与我们不同的这种文化 无论是你认可也好还是不认可也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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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